有同修问 第八是新田中的善恶种子 与多生累结的善恶习气 有何关联 那当然有关联 因为阿赖也是里边 都是脏的 都是执着的东西 所以你今生碰到所有人 你都是很执着 有些人执着就很重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要顺他的 那就是因为阿赖也是里边 这种种子很多了 所以他就很容易就 遇到任何东西 就第一个想到说 你为什么不听我了 你怎么敢反抗我 就是因为你阿赖也是里边 有很多这个种子 所以一碰到人家一个样子 你就马上火就上来了 这就是习气 习气就是跟你的阿赖也是里边的种子 是有关系的 阿赖也是里边有很多这种种子 以前就天天跟人家吵架 所以你跟人家吵架种子是很多 所以在判断的人就很容易跟人家吵架 所以种子会起陷阱 所以说种子跟习气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现在的答案就告诉你说 种子就也叫做习气 只是种子它在释放的时候 你怎么去应对 都是有一个固定的pattern 固定的形态 所以我们称他为习气 对不对 比如说阿赖陀就是 不 赖陀啦 赖陀就是佛陀的弟弟 佛陀弟弟呢 他每次讲经说法 一坐上去一定先看看你种 到处看一看 就是他习气 他不是说他要对女众怎么样 但他习气就这样 他只要上台 好 讲经说法 就一直盯着这些女众先看完了 好 再开始讲经说法 所以这就是习气 因为他每一次碰到什么状况之下 他都用同样一种方式 一种pattern来对待 就变成一种习气 种子是一个人习气很多的 你种子可以很多种子 不是一个种子可以成为习气 让你有习气 没错 这就是讲到说 你种子里边有很多很多种子 比如说南斗 南斗就很喜欢看你种 每看自己是不是一个种子就进去了吗 再看你之后就有种子进去 再看你之后就有种子进去 就变成一种习气 所以很多种子里积起来变成一种习气 所以南斗 从他的习气跟普通人的习气 Can we say 南斗的习气是无忌业吗 Because he's just 可能不太能够这么说 但是呢 但是南斗已经不会有淫逸心了 OK 他已经挣了阿罗汉国 他没有淫逸心 对 他只是一种习气 习气就是总是看一下 你总是想 So then compare to 反复的习气 It's not 无忌 It's the 跟谁他的心 对 都会引起他的淫逸心 你的意思是这样 那对 你可以讲到说 这个佛陀是没有意识 没有潜意识的说 一定要看你种 但是他就是一种 就是自然反应就是看你种 只是解释说什么叫习气 就是他always 只要有你种他就看你种 这样OK 好 所以我们就解释说 这个所谓的烦恼现行 欣喜的习惯势力 就是永远就是说 你只要有你种的机会 他就喜欢看你种 OK 那种势力就是很强 就是就会引导他 就是做同样的一个reaction 这样好不好 那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叫什么叫习气 叫经验的反应 他always 他做这样的反应 OK 那有时候叫做生活的遗痕 就是他的生命的 好像留下一个轨迹 一个痕迹 一直就是顺着这个轨迹 他总是这样回应 那我这里就解释说 always有生一切法的功能 always就是会 会释放各种的业力 这个生气的功能 起身心的功能 起贪心的功能 那这些就是有一些种 我们就称他有这些种子 有这些功能 那他说 他说自此种子升起色心诸法 这就是我们讲说 我们always里边很多种子 那种子 遇到业了 遇到业了 他就起现行 所以就让你碰到某一些人 碰到一些事情 碰到一些东西 这就是always的功能 所以这个叫做 有种子碰到因缘 就起现行 那你起现行了以后 你碰到人事物的话 你又会反应 所以你起现行的同时 你又做出反应 是不是又造了一个种子 又有一个新的种子 新的种子又回到你always 那会影响你这个新的种子回去 会影响你always的种子 某一个种子 让他又起现行 所以种子起现行 现行新种子 然后种子又起现行 现行又新种子 这就是一直这样循环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 我们这个生命是一直延续 一直在改变中 所以你如果说 你种子起现行 你做这个反应 你的是用善意的 是人死的处理 你谈回去的那个新的种子 就是人死的种子 他就会引你 阿赖也是里边的好的种子 起现行 如果说你的阿赖也是的种子 起现行 现出的一个人来 那你是很讨厌他的 结果你是化了大脾气 来骂他一顿 你那时候起的 起的新的种子 新回去的时候 这个种子是恶的种子 就会启动你阿赖也是里边的 不好的种子 又起现行 这同样一个种子起现行 你接着下来的状况 会不一样 你善待他 好好处理他 谈回去的新种子 可以引发你阿赖也是里边的善种子 所以反映出来的是更好的 如果你是处理不对的 你那个新的种子 一谈回去你的阿赖也是 他就引动你的阿赖也是里边的二种子 就起现行 所以就变成状况比原来更糟 所以你可以让他更好 可以让他更糟 这就是我一直在跟你讲说 他比如说他刺激你骂你 你怎么样react 你也会影响他 会影响你事情 这就是这个道理就是种子现行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你的react 对不对 就是幻影 那我们就讲说所谓习气 那习气就是说 你如果说 你一个习气就是说 只要这个人出现 我就是把他当作他是恶意的看我 恶意的对待我 所以我永远只要看到他 我一定都是用负面的角度去解读他 用负面的 都是用不好的态度去解读他 这叫做习气 就是习气 你每一次看到他 那你就想到他是他是该骂的 他是该被我骂的 他是该怎么样的 他一定是不害好意的 你一次这样 下一次很可能也是这样 因为就变成你这个人把他看死了 就是他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变成也是一种习气 OK 因为你一直做同样的一个想法跟反应 所以这边有讲到说 这个种生线 线生种 就是刚才说的 种就是种子 生就产生 就是释放 阿赖斯释放种子出来 对不对 叫做起线形 种生线 那线又会生种 为什么 因为你碰到这个线形的这些人事物的时候 你又做一些反应 就造了另外一种业 然后一种种子又跑回去 你带他来的事 所以这就是种生线 线生种 所以我们每一次造一个业 is really two things 我们造业同时还有创造业 one action but actually two things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 对吗 对 所以我们是讲说又是严又是阴吗 对 对未来是阴 因为严的意思说你碰到这个人 那你碰到人这处叫做严 有严 但是你要怎么对待他 就会变成新的一个种子 就会回去 所以阴跟严很难割 很难割 所以这边就是我讲一下 所谓的欣喜 就是欣喜说 是我人身口所表现的善恶行为 就所谓身行义行 或者我意识所生起来的善恶的思想 就是义行 这身口义劳 他的气氛会留在你阿赖耶稣里边 然后你如果经常都用同样的一种方法去反应 去react 他就会造成你在阿赖耶稣里面产生一个气氛 就有些人对很多事情都是很负面的看法 你一开始从很负面的话 你每一次都负面的话 你在阿赖耶稣里边 当然这二种子就会很容易出现 因为你用负面的角度来处理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写正面的角度来面对所有事情 人事物 因为你要把所有人事物都是讲说他就要来成就你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善的也是来成就你 恶的也是来成就你 善的是来成就你 就是什么 要磨掉你的贪心 善的你就不会起贪 他是来成就你 就是让你知道说你不可以有贪心 恶的出现就是要来磨掉你的真心 所以目的就是要消除你的贪跟称 所以是不是你的善之士 所以你就可以善待所有的人 善的恶的 都是我们往生的助言 所以有任何的东西你就想到说他是善之士 他就是要来磨磨我的成心 对不对 他是善之士 因为他就是让我起这个傲慢心 因为都是顺境你就会起善傲慢心 他就是要磨我的傲慢心 就是贪心 因为傲慢就是贪来的 所以所有的人 不管谁 都是善之士 没有二之士 我们要善待他 就像我们同修说有癌症 那也是善之士 你要跟他共存 因为你越讨厌他 他对你的困扰就越大 那你如果认为说 反正今生再苦就是这一生了吗 那像我们的年纪还有几天可以活 那用这样想法的话 就是说反正我一定要碰到无常 那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用这样来你来认识佛法 对你就是有帮助 可是你如果说用负面的看待他 你说我信佛信成这样 怎么还会得这个病呢 那就负面 那你日子就不会好过 那你周遭的全部都被人缘结在里面 所以对你的未来的这剩下的生命 就是都是一种在阴暗里边在过日子 那我们要阳光一点 我什么时候该走 其实我就到了西红极的世界 做这个廉址会上人 什么时候走都行 好不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学佛要懂得怎么样善用 这个忍之物 好不好